协助求職或转职需求民众能够顺利找到理想工作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在四幅六楼大礼堂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 新北市旧府处长业界能表示 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这次参加征采的旅宿餐饮业者就占有四成左右 尤其先知更上看有45k起跳 四成二的部分是所谓餐饮旅宿业 特别是针对疫情疫后缺工的部分 我们有提供了很多相关的餐饮旅宿业的职缺 而且他们提供的薪资水准最高也达到57k 不少厂商相继开出优渥薪资 希望能够引起求职者注目 旧府述说今年已办理八厂大型就不会 这是最后一场次 总计邀请53家厂商共襄盛举 并提供2600个职缺 希望提供市民朋友更多元就业机会的选择 新北市就业服处办理的所谓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那我们一年大概会办理六到八厂 今天是最后一场 那今天总共有53家的厂商 还有提供了2600多个职缺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些 有需要求职或要转职的民众 都可以在今天这个旧部会 能够找到他们合适的工作 一夜的摊位蛮多的 然后就可以让我觉得工作机会还蛮好找的 而且其实薪益还蛮高 就是有大概就是三四万左右 就是感觉还不错 旧府处强调即使最后一场造就积极办理征裁 活动当天吸引上千名求职者前来现场面试 也协助企业能够尽快找到优秀人才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